主题的设施 我想他们建山的定屁西境 找一个主题之内的关键词 那就是新媒体 有一个数字令人诈舌 就是日前瑞典艾利新公司 做出了一个预测 就是到2022年 全球智能手机注册的用户 将达到68亿 这个出发历史的实际概念 目前在全球的口是超过70 而且据联合股的预测 再过四年 就是2022年 全球人口能达到100亿 而且呢 其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口 将会是被互联网这张 无线的网所覆盖的 也就是说再过了仅仅四年 咱们全球手机用户 这个要占全球人口的68% 即便你就是再传统 再拒绝去使用智能手机的话 其实也逃脱不了这个互联网 对咱们的这种的让和环绕 所以呢 我们其实就是真正到了这个人人互联 或者是万物互联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这些数字呢 就觉得缺少一些温度 或者说跟我还是有些距离 但是说不知 当我们还沉浸在 就是以计算机及信息人数为代表的 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 为主导的全新技术革命 这个当中的时候啊 其实你看 以人工智能啊 进阶能源 虚拟现实 以及生物技术为主导的 这种全新的技术革命 其实已经巧然而至在我们身边了 那我们称之为呢 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而由这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 是一个新的一轮的产业的变革 对于我们媒体行业和这个媒体人来说呢 但是变肯定是大势所趋 是在历来 那么新型媒体这个传播的业派 在会出的什么样子呢 其实也有人走不出来 那就是文化加技术 当然这里面所说的文化 是指这种多样性的文明 是这种大文化的概念 那么没有新技术作为支撑的 这种各种的多样化的文明 其实它是传播不出去的 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变曲当中 我想咱们中国人行的媒体人 就应该真的是 身先是主导师体 而且是来率先出版 那么首先呢 咱们刚才已经有很多的发言嘉宾都讲了 咱们中日韩 批铃而去 而且是帮都帮不走的东西 那咱们是有着不同的 比如说文化的积淀呢 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的基础 受着不同的儒家思想的这个熏陶 刚才这个宣传发言也说 我们都有一个汉字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汉字文化圈里面 那在人类的一个共同体 这样的一个理念下 可以说咱们呢 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文化共同体 所以无论是物理距离也好 是咱们刚才说心理距离也好 还是说文化距离也好 咱们三个国家是如此的相互接近 但却又是和而同的 那说起地理距离 昨天戴博伟还说 其实它从北京飞到首尔 就相当于在北京 从东城到西城 我昨天就有这种感受 早前我花了两个小时 十分钟的时间 从加州到首都机场 其实才飞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从北京飞到了首尔 所以这个距离之境啊 就是让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合作 那这是从说距离 第二说从技术这个层面 大家也知道 就是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它的这个科技发展 也是让我们日本朋友啊 韩国朋友都是永不共睹的 那这个而日本和韩国呢 在高新技术发展和产物发展上 其实也是一直都是很先的 就在前不久我们台上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 就是征询我们的受众 它的家中在过去的四十年 因为改变它到四十年嘛 中国 它家中第一个这个进口的商品是什么 我们有这样的一档节目 竟然有百分之七十的受众 回答说是make in Japan的 比如在看的这个包括冰箱啊什么DVD机啊电视机啊啊还有啊甚至微波炉等等 当然我们在咨询的什么周旬的时候呢还有就是你所喜欢的这个第一批的这个海外的明星 影视剧的明星就像刚才徐先生所说的很多的人都是在说他最喜欢的明星是山口百会三不友和包括高三线 那说到我本人来说呢首先我第一部这个手机使用的就是韩国的三星手机 而且刚才说到的这个大长径啊也是我看的第一部这个韩国的连续剧 我一口气看完了一百集 而且我对其中的男主角池真希喜欢到啊 我前一次来韩国出差的时候看到池真希的大幅的宣传画挂在那儿 我竟然实态的啊就以这种表情所持真希 就看到那种宣传画就像看到一个本人一样 就是说啊咱们这个从技术层面也好 从这个咱们这个文化和娱乐的层面也好 就是三个国家那简直是紧密度 是不可分割的 那这个所以呢我就觉得咱们共同来去分享这个高新的技术 分享我们所有的这种文化的积淀 这是我们三国的媒体人呢 当前应该是这个作为合作的一个主渠道 在此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哈 一个小小的这个经验 那么我们已经和韩国的媒体和日本的媒体啊合作 在这个韩国和日本呢分别开发了这个移动客户端 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共同的韩国的平台 就是很多连远和汉线去尊别取名 一个是叫做中韩通中日 就是中国和韩国之间的相关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 那他们这个客户端呢是集韩国日本两国的新技术手段 根据两国受众的这种喜好和需求 而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平台 那首先呢这个新媒体平台呢是用 咱们新媒体产品的轻量化碎片化 各样的特征来实现内容产品的这种多点化 仅仅一部手机呢可以把咱们的一体试图文 和这种全媒体呢来进行生产 一些全媒体的呈现 第二个呢就是说 利用咱们新媒体平台的这种互动性的特征 有效的去增强我们这个新媒体平台 它的对于受众的这种吸引力 它不仅仅是一个资讯的一个传闻品 同时它有包括购物功能啊 包括网约车啊 包括VR或者AR这种新技术 包括在我们这个跟这个日本共同开发的这个平台上 也是根据日本受众的喜好 在中日通里啊 特别设计了这个熊猫村的直播流的这种页面 就是让受众打开它以后实施呢可以看到 中国人四川打熊猫基地 那些熊猫攀牌群的样子 这个第三呢就是利用这个移动终端 它的多媒体特征去凸显我们传播内容的这种规模 有一个量性 比如说在上面我们这个呈现了一个叫 和而不同东北亚春画会 这也是我们连续五年来啊 来组织的一项 由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 这个我们一个国家著名的书画艺术家们 来这个参加的一个书画展 那在这个实体展的同时呢 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有呈现 在这儿也插过一个小广告哈 下个月十一月我们这个和而不同东北亚春画会 就要来到咱们的首尔来进行行展 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观看 有时间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球台上 能够进行这个充分的展现 而刚才所说的是这个这个文化层面 而体育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用多媒体的形式 多媒体的平台更加可以用多媒体的平台来展现 我们期待的这个北京能够接力平昌和东京 即2008年这个火热的奥运之后 能够再呈现一个美好的平线奥运 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新媒体的平台上 展现出一个更加多架多架的奥运的项况 那最后我想说咱们国之交在与无相亲 媒体交流其实是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 相互了解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我们媒体人的同时也是公共外交的承担者